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会说 可能这个人不太适合兄道 也不适合来做这样的一些善行 因为他的杀业很重 祖上的杀业就是刚刚也讲的 就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那可能觉得他祖上的杀业 会影响他精神这个善业去会是吧 因为我们坐在这 别说是会 你坐在这 他们也在影响你 这个桌子也在影响你 没有东西不影响 我们在一个互联网 祖上有血缘的 有情缘的更容易影响你 你在意的更容易影响你 你不在意的还好一点 所以这些都在影响你 这是在一个 如果说你说是不是个修道的这种根器 在最高之介绍我们都是佛根器 但是说你修道有什么是不是这个材料 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心 就是说对佛学或者是修行这件事感兴趣 或者你上一次上一次有没有修行过 有没有印记 比如树面图追你 三三四十度修行过 那肯定是个佛修行的更器 什么这些 这都是假说 你必须建立在 如果你是个佛弟子 你必须建立在佛的空性正解 无相的境界去 然后去研究这些假说 这些假说是在特定的时空 它是有规律的 你必须在最高之介绍研究这些假说的时候 你才能看清楚这些规律 否则你会绕在这些规律里面 为什么他就一笑他就不一笑 那到底什么是个更器 什么是不是 你就会混淆在这些 对 所以我当时也是很 既然就 先学第一点 先学佛学最高的之介 然后再回来 再看人世界在特定的时空里的 比如说我们算命算 算这一世不就算 最多算你一百年或者八十岁啊 就是这一世嘛 但佛是站在看三十十方的 可最少看三十啊 过去现在未来啊 是吧 你的命运你 你关注的就是这一辈子 是吧 还是上一世影响的 是我祖族影响的 还是什么关心这些东西嘛 那如果这个人还是想修呢 还是可以呢 当然可以 学了佛的空性正见的人 最高一地的人 没有什么障碍 所有的障碍都是假说了 都是假名为是吧 如果你没有最高之介 那你就有根器分别了 所以你看学了法华经 大家都能出佛了是吧 法华经第一地说 有个人他路过寺庙 双手一合十共成佛道 就那一面 就是合十在那把刷手 对着佛像 那个时候佛性显现出 就是佛 那一刻他也是佛啊 他不是众生啊 他共成佛道 大家已经在道上 已经在道上了 就这么简单到法华经 我们本来都是佛 跌跌倒倒坐在这说 我是众生啊 我很烦啊 我轮回是不是有罪恶啊 我有没有苦啊 我很难受啊 我感觉我受伤啊 你知道你是佛 坐在这跌跌倒倒说什么话吗 然后一堆问题 我怎么解决啊 然后头里边 横平素质的一堆问题 我说 你把那个横平素质 能不能圆一点 然后 就是佛 你坐在每一个 都是空性的化线啊 只是你坐在这皱住了 我为什么是个女人啊 我为什么不是个男人啊 我为什么是个 我为什么受苦啊 为什么他想法 你就在这眼睛是直的 佛说 这叫跌跌倒倒梦想 在这梦想 问一堆无厘头问题 我说把那个停下来 你就知道了 是吧 就这么简单 没有答案 知道吧 在特定的时刻有答案 其实没有固定答案 你一个人是什么人呢 你是个人像 你要知道 你的心无处不在啊 你这个人可能包含一切啊 你是个世界 你不是个人 一个人包含很大的世界 他的心里边抓很多东西的 为什么你是个一个人 你不会独活啊 为什么你现在很多苦难 来自于你的家庭 你会关心孩子 关心父母 你不会一个人活啊 你是个关系 这个人等于关系 这个人等于互联网 还有你生生世世的轮回啊 比如说你有一百世的轮回 一百个你吧 那一百世的轮回你说影响你啊 说有英国我们和国吧 那一百世是不是一百个不同的像 比如上一次你是个猫猫 上一次你是个狗狗 上一次你是个什么天人 上一次你是个狗狗 那是不是一百个像 你如果着想哪个都不是你 是吧 那怎么她 假如你上一次是个女人 你能认识那个女人是谁是你吗 她完全跟你性格什么 连找的都不一样 你改这个哪一世的轮回里边 是你 哪一世都是一个众生 你一千世一亿世都是一亿个众生 是吧 如果你着想那都是众生 那都要普度众生的 那是 你不着想那都是你啊 就算昨天的夜影响 我已经发现了 就是用这个变数去改变它那个影响 可以 当然说你无像的时候 它就逃了嘛 夜晚夜都找不到你了 是吧 你如果是有着想的话 你有那个DNA那个系统那个痕迹了嘛 你生生世世有系统有痕迹嘛 有冤青在座啊什么 都能通过这个都能给你产生化学反应 都能产生各种反应啊 就是这样 比如说你现在无所谓了 坐在这儿全世界都恨你 跟你产生反应 你不要因为你无所谓了 假如外边有一个人很骂你 全世界都骂你 你会受影响的 是吧 如果我无我了 你就影响不到了 等无我了再说 你要无我了 无我会影响你 破除概念成到了 当然你会知道这些答案了 比如我说了 你先无我吧 再先无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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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